好 再来看到这个画面是民众行津台一线苗栗通宵段128公里处时 发现大白天一整排路灯全部点亮很浪费电 但隔天在行津这个路段时路灯又恢复正常 附近居民也说偶尔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路灯时有时无 而对此相关单位回应 民众发现白天会开路灯是为了方便检修作业不是故障 你看太阳这么大居然还要开灯 诶 真谣诶 民众开车行进苗栗台一线同宵段 抬头一看发现大白天的 一整排的路灯全都是亮的 觉得好浪费电 苗栗人是很有钱啊 白天都要开灯 而时机回到同一条路段 路灯却又恢复正常 但附近的民众就说这里的路灯时好时坏 时好时坏就对了 对 有时候就是之前就停一阵子 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 然后停了不知道几天 然后后面就又正常 五点多起来是要转 对此交通部公路总局 苗栗公屋段解释 路灯时有时无不是坏了 而是为了检修人员作业方便 晚上在实作上还是考量到 视线跟安全上的考量 所以多数我们还是在白天 常常会进场去做 那为了要确认哪些线路有问题 或者是那些灯具有状况 那必须会去启动路灯的号 之让它亮 原来是误会一场 路灯不是故障 也没有浪费电 呼吁民众若是发现 路灯有异常亮灯 或者是不亮的情况 都可以主动向公所反应通报 借长星期间苗栗报道